桌上的水果旁出現不速之客 好幾隻蟑螂在桌上爬 一旁還有一隻蟑螂反肚掙扎 噁心景象讓女子看得全身起雞皮疙瘩 更誇張的不止如此 照片中白皙大腿被蟲咬得發癢紅腫 兩名女子只是睡了一個晚上 就出現蟑螂 其中一個人的大腿還被跳蚤咬傷 無法想像怎麼會發生這種情況 因為這裡可是台北市的五星級飯店 精華酒店 就發現我在桌上看報紙 有一隻蟑螂在桌上跑來跑去 他的大小腿都被跳蚤咬得蠻嚴重的 打電話到房間櫃檯去反應 飯店是跟我講說他們20樓有餐廳 然後難免會有蟑螂 在高雄工作的黃小姐因業務需求 和同事來台北出差 使用先前購買一萬八千元 五星級飯店的住宿券 6月7號當天住宿精華酒店 去了一晚後6月8號工作結束 晚上回到飯店就發現有蟑螂 同時小腿也被跳蚤咬傷 當下立即換房 不過飯店似乎對被咬傷的情況 冷處理 飯店是回應我說 他會反應給公司 那我說可是有跳蚤咬 他說他會跟公司反應一下 然後接下來就被我嚇我了 五星飯店出現披露 從位置圖來看 黃小姐住的房間在20樓 樓上21樓就是餐廳 難道蟑螂是從樓上跑下來嗎 台北市的精華酒店 隸屬五星級網路上放有精美房型介紹 看起來華麗舒適 但這次房間內部卻出現蟑螂 甚至有跳蚤咬傷房客 讓原本想好好休息的消費者無法接受 記者王家慶 姚立強 吳姿怡 高雄台北採訪報導